就是这段沿街兜售气球的流动摊上 被上海城管当街贺令脱下青蛙装 只见头套拿下是名年轻人 而他不是第一只被罚的青蛙 有像这种见到城管立刻拔腿狂奔 城管也不死心非追到不可 结果想当案而被罚了 浙江还有青蛙被抓到后 面壁撕过半小时 以及穿着青蛙装骑电动车 没戴安全帽被拦下来 或者商场被城管罚写毁过书的 影片上网后引发了大量舆论 认为这些年轻人自食其力 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不能给他们多一点宽容 少一点惩罚 得到的答案是 城管是根据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法执法 个人和单位禁止擅自在公共场所 设摊经营兜售物品 就是说呢 你可以在规定的区域内 规定的时间里摆摊卖货 但是你不能满街溜的 穿青蛙装沿街卖物被拔 之所以引发大陆民众不平之名 因为年轻人的生存太难了 大陆统计局最新数据 4月份16到24岁的年轻劳动力 在城镇的失业率首度破了20% 达到20.4% 史无前例破纪录 换言之 大陆每五位年轻人 就有一位多找不到工作 突破了失业率的红线 再加上今年 大陆1158万名的毕业生 即将投入职场 人数创新高 让就业压力持续高涨 TVB新闻叶俊宏 陈向如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